台湾早年农耕社会时期 机械还不是那么发达 大型劳力大多仰仗水牛的力量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农家不吃牛肉的原因 台湾水牛城内就让游客能近距离看到 现今社会已经很难见到的水牛 偌大的园区当中不止水牛、山羊和山猪等家畜 还有梅花鹿、鸵鸟和孔雀等特殊的动物可供观赏 若是在动物园区走累了 这里还提供两种填饱肚子的选择 除了宴席餐厅之外 还有自助式烤肉 让人能享受到平日难得的野炊乐趣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